大家分都親力親為了 第一次那時候擺開水 剛從月子中心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呢 然後我跟小葛兩個人 已經很緊張很緊張 趕快要 然後到了急診室門口之後呢 就看到一個護士小姐 就翹著二人腿 在那邊弄電腦 在那邊弄... 然後小葛抱著小孩 已經很緊張 快哭了 那我要安撫他的情緒說 叫他不要哭... 好緊張喔 對 然後我說小姐 不好意思 因為我兒子他現在溫度有點高 那妳可以幫他看一下 看是要掛哪一顆怎麼樣嗎 好 妳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動作就是慢慢來...這樣子 但我要為醫生平反一下 因為其實在急診室 39 40度的這樣的發燒小孩 已經算最輕症的 對 可是 分身裡面的分級 很多都是最輕 解肉的 對父母來講 可是對我們... 對 當然 當為人父母的時候 還是會緊張 因為孩子就一直在哭 很不舒服... 那至少你要講一些話來 來安慰我們說 護士態度不好 對 是 這個... 這個溫度還沒有燒到很嚴重 沒有關係 你們不用擔心 你們在那邊等一下 如果你有講這些話的話 我就不會發脾氣 對 然後到後來呢 在那邊滑手機 弄手機 然後 然後櫃台小姐就講說 好 那你到裡面坐一下 我們到裡面坐之後 再等了十分鐘 才過來量體溫 那就真的很誇張了 比較沒有同理心 完全沒有同理心的狀態 不過因為其實像兒科 兒科是屬於過勞科目 因為健保關係 下入五大皆空 內外科兒科 其實很多像醫院 其實這之前提過議題 很多醫院的急診室 目前就沒有兒科醫師了 對 因為我們白天要上班 晚上再直急診 真的是 說實際上 我剛剛不算 你過了八個 一看十六個都勞保健保 也只能看到二十個的話 是 真的需要 還要跟父母抗爭 對 我們常常都講說 我們賺的是賣白菜的錢 操的是賣白粉的戲 可是我覺得急診室 真的很容易讓人家覺得不開心 是因為你急診一定是 你是真的是 很急了 很急 我半夜去掛你這急診 又特別貴 可是急診室 可能醫生跟護士 他們真的比較累 還怎麼樣 他的口氣就會稍微的 安補一下也好 我有一次腸胃炎 我是第一次昏倒在路邊腸胃炎 然後我去看整個這樣 然後醫生是真的 護士是 真的我覺得他是 可能那個喇還怎麼樣 我肚子痛我這邊坐 然後什麼的 去大便 然後就是 你當下就會覺得 會有點難過 也許他看過人太多了 所以說態度就比較好 因為在急診裡面 肚子痛百分之九十 真的是便祕 所以這樣子 對 便祕也是要痛 太大分了 因為便祕來急診人太多了 便祕也是要痛 難不成妳叫她喝痛樂嗎 對吧 是個滿熟悉的聲音 有一個最不能忍的就是 尿道嚴 尿道嚴超痛苦 我覺得只要有得過 尿道嚴的女生 就是妳每半分鐘 就是一種地獄跟煎熬 我去看急診的時候 我就 就怎麼辦 我就想去上廁所了 我就說 拜託…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妳幫我加一下速度 真的只是沒辦法 然後他們就說好 那妳先坐一下喔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看到就是 兩個護士在聊天 這樣聊得很開心這樣 我就問我媽說 他們有幫我處理嗎 我媽說好像沒有那一種 怎麼辦 我就說怎麼辦 真的好痛苦 因為尿道嚴是真的是 每一分每秒 妳都會一直很想上廁所 痛到會發抖的那一種 後來我直接跟護士說 是不是有一種那種針 是妳可以一打 就可以馬上好 對 有那種藥 就舒服多 對 有尿道嚴的那種藥 就是像妳這樣的情形 妳要備摺 那妳備摺的時候 那個止痛藥 就是會舒緩的那個先吃 然後趕快去看醫生 對 我等了半個小時 後來我就問他們 就說有…這種藥 然後幫我打了 之後才比較好 我就想說 我應該下次一定要早點打 因為病人這樣真的太辛苦了 我有問題 妳是會反覆的尿道嚴發生嗎 對 通常這樣子的話 理論上妳自己就會知道 這個是個流程 那我會講這個點是因為 其實剛剛提的 在妳自己在疼痛的時候 一定都很不舒服 但是這個東西是否要到急診 其實這個是我們現在醫生 我們大家會一直討論的原因 就是說這個原因 就是比如說假設妳是 因為我是半夜 我是半夜 兩點的時候 對 就是應該是說 我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說 可能要備著藥 就是預備說 這個情況會發生 如果真的是受不了 或許有別的原因 那妳到急診室 可能我們就有其他的處理 對 因為說其實現在 為什麼剛剛其實講的都很嚴重 如果是當事人 一定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對於那一個 可能護士 尤其外面兩人或醫生 他其實 所以他會相對下 覺得妳肚子痛或便秘 是個小事情 而且有時候妳們外面 看外面風平浪靜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雙方的 對急症的認知不同 對 然後另外一點 就是說 剛剛我提到 假設說 就像剛剛阿Ben說的 你只要多幾句話 對 那不用多做什麼事 因為你可能知道說 這個其實排在急症的後面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有一點同理心 都按補急症這樣子 其實這樣 就比較放心一點 其實妳的諮詢人員 妳的護士就要訓練 是 因為現在手機太方便了 妳每次進去看那種 不是在滑手機看電腦 根本對客人 妳都不太認識 對啊 那個馬上就會被人家反 其實我還是有遇過 因為妳們可能在急診 看到的都不是核心人員 一開始在外面的 真正核心人員 其實分配在 心肌梗塞 腦中風 腦粗血 這一類的 但是這些病人 我們都會把它分級 把它驅離 對不對 分級 把它各個離 對 在專門的 他們可能忙著鑰匙 然後醫生 裡面最主要角色 醫生沒有辦法出來 兼顧你們的時候 這些護理人員 核心的護理人員 很厲害的護理人員 其實他們都跑不動 而且門都是關著 那個我們不會讓一般人看到 因為它減量分類的分級 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兩個小時內處理得到的話 都是合理的流程 對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站在自己是病患的立場 也要想一下就是說 今天醫生絕對不會是不來 特別是台灣的醫生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在美國 在那個劉奧良 那一次就是 肚子痛 痛到真的不行 就去掛急診 你知道嗎 我在急診等了三個小時 最後沒看到醫生 對 就回去了 這個是真的 我有朋友在義大利也是一樣 他也是 都沒看到醫生 天 而且我是去 痛直了 我是去進資配的 急診 然後那個自費的急診 晚上給我開了一點點藥 收了我五千塊 對 真的 台灣醫療 不是百分之百的圓滿 因為勞保健保 醫生哀了也哀 病人也哀了 其實沒有 沒有絕對是有百分百的 優點跟缺點 但是已經很好了 但是大家都讚美台灣的醫療 很好了 對不對 因為回來方便 你在國外面看看 你不能生病 對 你時生病 像類似尿道 你要等兩天 他進去醫生跟你講 等一下他下班了 下班又聽完一個醫師接班 接班看報告 出去又不知道到哪裡 然後回來跟你講 會不會擺開 你說你便秘 就是這樣便秘 對 然後你跟他說的時候 他都說好 等一下 那等一下你再跟他說的時候 說好 等一下馬上來 然後再跟他說的時候 我打電話叫他 那個電話就轉… 你整個晚上都沒看到 對 那我講的是在義大利 他看了兩天 最後是什麼 給他一個軟電劑 好可憐 真的啦 真的事情 講給我就覺得好可憐 其實我覺得他剛剛講的 這種問題 病患等待 其實台灣醫療有點失衡 大家都太喜歡看連合者 或是說醫院等級 別人說醫院都變得很擁捨 所以說在美國那邊 他們也是大醫院 大醫院是沒有門診的 他是每一個社區 都會有個家庭醫師 比較專診 家庭醫師 然後跟你介紹 你這個問題的 小問題的話 你去看那個診所就好 就是說病人的客服量 是可以分配得很好 分配得很好 對 我們台灣這一塊 就沒有說得很好 甚至是像比如說 在美國的話 你要去看醫生 一間診所裡面 他有好幾個小房間 他可以把你安排到 一個小房間去等醫師 再把另外一個病人 安排到另外一個小房間 等醫師 醫師是輪著進去看的 所以你會被受到尊重說 我在這邊等醫師 我在這邊等醫師 醫師等一下就會進來的 這種感覺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診所 目前也是這樣子的情形 這樣子比較好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說好像 好像沒有受到尊重的感覺 可是這應該是自費診所 超有辦法 一般健保 像我們小兒科看 我當然要準備個100坪 他有辦法 那我可能收個四五百元 我真的沒有辦法 去負擔這樣的狀態 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輪到那邊 是自費台 老婆健保 你看付費他敢這樣 告都被告死了 對不對 其實像有些醫師 也是在學習 他想說這個病患 都希望醫師能夠尊重 像之前就有 曾經有碰過一個案件 他就是 台灣醫師與病患間的關係 到底有多嚴重呢 林律師等會有案例 跟大家分享